国际局势就是这样有意思,有句老话叫做敌人想弹簧,你强他就弱,你弱他就强,投降反被打脸,被逼极了的伊朗直接亮箭,用二百多枚弹道导弹,打穿以色列的防护系统,向美国和以色列摊牌,告诉美国在逼我,老子就豁出去了。 尽管以色列和美国媒体都轻飘飘的说没打着没打着,但是大量泄露的卫星云图也能看出,以色列的军用机场等多个目标遭到了惨烈袭击,伊朗袭击过后,拍了拍屁股,直接告诉以色列和美国,胆敢对伊朗发起反击,伊朗必将以更加猛烈的报复行动来回击,这一下把球踢给了美国和以色列,中东小霸王以色列哪里吃过这样的大亏? 立即咬牙切齿地称,将在未来几天之内对伊朗发起前所未有的报复行动,而以色列媒体更是直接放出话称,以色列将会袭击伊朗的核设施,以及油田等重要目标。 有意思的是当以色列释放出强烈袭击伊朗的消息后,最恐慌的不是伊朗而是美国,在拜登公开赞主来声明,不支持以色列袭击伊朗核设施之后, 美国媒体还透露出一个重大消息,那就是据白宫拜登身边的工作人员透露,以色列总理内坦雅虎和拜登在连线时,两个人大吵一架不欢而散,拜登更是对内坦尼雅虎发出了, 措辞强硬的反对袭击伊朗的声音,拜登心里暗骂内坦,你给我惹来多大麻烦你不知道吗? 我就这几天任期了,你还不消停是吧? 之所以要连线拜登,因为内坦尼雅虎也深知,一旦袭击了伊朗核设施和伊朗油田, 那时候伊朗可能就不管不顾,对以色列的基础设施以及各大目标发动袭击,如果这个时候美国还不下场的话,以色列独自面对伊朗和黎巴那两个仇家,将更加疲于应付。 对于拜登的反对声音,内坦尼雅虎也措辞强硬的回对了回去,因为内坦尼雅虎也笃定,美国不会对以色列不管不顾,只要把伊朗给拖下去,美国必将也会在中东出手,所以内坦尼雅虎才会继续在铤而走险的路上狂奔。 我不止一次说过,当下的美国金融危机,持续蔓延内忧外患之时,再加上俄乌战争,也已经让美国疲于应付。 在这种情况之下,美国实在不想也不敢卷入到中东战争之中,因为一旦深陷中东战争之中,那么美国霸权崩塌将成注定的事实了。 还有一点那就是美国总统大选即将开打,以色列在中东的行为,已经引发天怒人怨的情况下,美国也不敢公开和以色列继续深度绑架。 最起码在大选这段时间,以色列不能和伊朗直接开战,所以尽管如今的美国已经被犹太资本深度绑架,并且渗透到了各行各业。 但是在事关美国国运的问题上,美国有些人还是怕了,甚至包括美国的犹太资本都怕了。 因为我昨天跟大家说了袭击发生之后,美国的股市罕见的崩盘了,这也能看出美国资本对于以色列袭击伊朗,已经感到了深深的恐慌。 因为以色列一旦把美国这个锅给砸了,那这些资本们都没饭吃了。 尽管以色列对黎巴嫩发起大规模袭击之后,拜登还多次在公开场合表达强烈支持以色列的态度。 但是我们已经看到了,美国在对以色列袭击伊朗的态度上已经是异常明确,那就是公开反对,一老两次对以色列发起的报复袭击。 我们看美国的表态都是如出一辙,第一时间宣布帮助以色列拦截大部分伊朗那系导弹,以色列没有损失,并且高调声称伊朗导弹袭击失败,就是希望能够堵住内塔尼亚湖的复仇之路。 而如今眼看内塔尼亚湖还想继续玩火,甚至要对伊朗的核设施和基础油田,发起大规模的袭击行动。 伊朗已经放出狠话了,必将会做出更加严厉的反制。 这也是美国强烈反对以色列继续袭击伊朗的原因。 更何况伊朗已经通过卡塔尔喊话美国,声称自我克制已经结束,对于以色列的挑衅,将会毫不犹豫地发起更加猛烈的报复袭击。 为什么伊朗不直接告诉以色列,而是直接把话传给了美国? 很明显就是告诉美国,我此前是爱爱于你美国的面子,才没有对以色列痛下狠手,如果你要是管不住你这个不听话的爹,那就不要怪我下狠手替你修理他了。 伊朗把话都说到这个份上了,再加上已经被以色列逼到了墙角之上。 如果说以色列再次对伊朗核设施,以及油田发动袭击行动,那么对于伊朗来说,也只有破釜沉舟一条路可走了。 其实内塔尼亚胡心里也清楚,一旦对伊朗动手,伊朗必将不顾一切,对以色列展开疯狂的报复,到时候若美国再不伸出援手,以色列将同时面对伊朗和黎巴嫩两大强敌,那可真就是叫天天不应,叫地地不灵了。 面对美国总统拜登的反对声浪,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非但没有退缩,反而以更加坚决的口吻对了回去,他心中早有计较。 笃定美国绝不可能对以色列的困境视而不见,毕竟只要能把伊朗这个烫手山羽拖下水,美国迟早得在中东泥潭里再掀一脚。 因此内塔尼亚胡索性豁出去了,一路狂飙在危险的边缘试探。 我早就说过,现在的美国,金融危机如野火燎原,内外交困,再加上俄乌战争的烂摊子,更是让美国焦头烂额。 这种情况下,美国哪敢轻易涉足中东战火,一旦身陷其中,美国霸权的崩塌几乎是板上钉钉的事。 更何况美国总统大选在即,以色列在中东的野蛮行径已经激起公愤,美国自然不敢在这个接骨眼上和以色列绑得太紧。 尤其是在大选期间,以色列和伊朗若真刀真枪地干起来,美国可不想被拖下水。 虽然美国被犹太资本深度渗透,但事关国家命运,美国内部还是有清醒之人的,甚至那些犹太资本大佬们也开始感到恐慌。 袭击事件后,美国股市罕见崩盘,这足以说明美国资本对以色列袭击伊朗的恐慌程度,以色列要是真把美国这口国给砸了,那大家伙都得和系北风去。 尽管拜登在以色列袭击黎巴嫩后多次公开表示支持,但在以色列计划袭击伊朗的问题上,美国的态度却异常明确,坚决反对。 伊朗两次报复以色列,美国都第一时间站出来声称,帮助以色列拦截了导弹。 高调宣布伊朗袭击失败,明显是想给内塔尼亚湖的复仇炙火泼冷水。 如今内塔尼亚湖还想继续玩火,甚至要对伊朗的核设施和油田下手,伊朗已经放出狠话,必将进行更加严厉的反击。 这也是美国强烈反对以色列继续挑衅伊朗的原因。 伊朗甚至通过卡塔尔向美国喊话,声称自我克制已成往事,对以色列的挑衅将不在手下留情。 伊朗为何不把话直接告诉以色列,而是传给美国,这分明是在警告美国。 我之前是看在你的面子上,才没对以色列下狠手,你要是管不住你这个任性的盟友,那就别怪我不客气了。 伊朗的话都说到这份上了,再加上已经被以色列逼到绝境,如果以色列再敢对伊朗核设施和油田动手,那伊朗也只能豁出去了,过付陈州,决一死战。 伊朗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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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伊朗